田北人的《國際學校》 電學教學院 達成文學院 及粉絲、馬錦鳴 慈善基金、馬神專棋 紀念中學 我是今日表演的主席 廷致正方的陳希怡 同學 還在我隔壁頸廢的事件 並且化妝的離婚序 現在等我介紹雙方電源 政方主任 曾樂斗 政方第一副變 張監寧 政方第二副變 張寧寧 政方第一副變 盧孝森 政方主任 張仙南 政方第一副變 盧君平 政方第二副變 康天欣 政方第二副變 李津濤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情報 同位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大學月月辯論隊前隊長 陳楊楠小姐 楊潤聖保洛 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周朴君老師 師主教國德聖中學 中文辯論隊教練 黃一鳴千生 楊潤聖保洛 鼓場比賽方 主變 公變 一副 二副 自由力量級 結變六個 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 四三三四 公變周圍 起方兩分鐘 自由力量周圍 起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 三十秒有 釘一響停線 九鐘則有 釘兩響停線 超時十秒 周圍連經幾下 場程賽規已經發佈於國三賽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和楊潤聖會暫停比賽 加上三位停調職場的出賽區 請問場賽規 各位任何問題 無敵位 現在先請正方主見發言 只有四分鐘時間 正規則請向教練師 主席 評判 由方來答對的各位 大家好 香港至80年代實施煙草控制 以徵修煙草稅次留禁煙區 限制未成年人士 和煙草產能量措施 減少煙草供應 需求 從而降低吸煙率 吸煙預電看委員會報告顯示 香港吸煙率成功有80年代的20% 降至21年的9% 隨著吸煙率下降 不少國家以計劃由煙草控制 漫進煙草中局 即是提制定時間表 存在漸進 淘汰所有煙草產品 事故今日便提出現 立法以後 以時13歲以後 清朝來將終身不能買煙 以2028起禁止銷售煙草年齡 將由以時的18歲 提報至19歲 並且其後按年低增1歲 如果相互向09後 售賣煙草產品 則按以時吸煙條例 大約25,000元 立法務求令這個世界的 嬌青人吸煙人數 一定保持低位 逐步淘汰煙草需求 要行兩面提 是否成立 便要省設立法立法 兼顧現況 規劃未來 消除煙海 我方同意面提 原因有二 第一 遞做蒙營世代 規劃移除中國 以時青少年吸煙率極低 並且又持續下降趨勢 肥夫應該把握時機 逐步提高扣買營草年齡限制 統計署資料顯示 11-1119年間 19歲以下青少年吸煙率有2.5% 下降至1% 世衛指出 近年全球吸煙人口穩定下降 公共應該進一步加強控煙草師 立法以後能夠讓吸煙率極低的09後 成為無煙細胞 從源頭導致煙引形成 吸煙率會隨之下降 加時政府便能把握體機 開展更多煙草中的措施 便如逐步限制煙草的產品 銷售點數量 銷售時間等 以淘汰煙草的供求 可見今天立法是有助政府規劃煙草中局 第二 昆塵處理煙開壓制煙民增長 香港青少年吸煙人數於18歲後 有急速上升趨勢 但現時政策無法壓制煙民人數暴增 統計署資料顯示 現時19歲以下只有3000位煙民 然而20至30歲煙民人數暴增至58000人 可見18歲可以合法買煙之後 只要供應一直存在 大量青少年是可以合法抗買煙草產品後 新加入成為煙民 而且言行政策 難以壓制青少年掩上煙引 就如提升煙草稅 就算他加復世衛建議的75% 都是最低工資兩個其中的薪金 青少年絕對有經濟能力進步 事故今天答法能夠令 09後青少年18歲以後 無法和賣煙草 繼而謀法 煙引來世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吸煙率越低 針對煙河的草脂 是否要越嚴重呢 多謝各位 目前為何崀禮 現有請大草鼠殿 下期幾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回去 低剛好 只見 主 Having both defe 名為 Sophia 今日�� Arthur 在庚慕 香港實行 全面檢知2009年後 ство 付煙草產品 可以打碼無煙世話 事實上究竟是否真的這樣呢 之所以產生了這個辯題 就是因為港府為了減低香港的吸煙率 考慮訪考生產人的做法 禁止去年齡後出生人 銷售煙草 長途至下一代人不會吸煙的目標 但我想問有分同學 是不是跟香港的情況一樣 如果不把這個方案 向香港有否可行呢 而我們看回今天的辯題 它只是說禁止這群年九年後的人 就是購買煙草 但沒有說他們不開始煙 香港共犯協會的主席林祥輝 都指出個質疑 為何賣煙犯法是有不犯法呢 那朋友請又行不行呢 因此我分今天承審事面提的標準是 立法禁止09年後出生的市民 是購買煙草的可行性 而我覺得這個反對面提原因有二 第一 立法的可行性低成效傳言 然後有分跟我說 只要賺了這條法例 就可以改變無煙世代 那我想問一方同學 這句Tesla是怎樣的 當這群年九年的人長大 去到三十歲、四十歲的時候 他們的外表不會好像 小同同大人的方面那麼大的 那你怎樣去評論外表 即是他們二十歲 三十歲還是四十歲 那時候每個人都要 每個人都要去七仔 事多買 那時候都要去查身份證 而且現在這條法例都沒有說 不可以吃煙 那我就只要找一個大磅多年的人 去買煙給他 那就行 那其實今度實施的這個法例 即是可以用到他們吸煙 有分同學 當時有工同學所講的方案 那是否他們完全不會吸煙呢 如果有分同是這些狗後 而你是權衡中吸煙的敗主 也只是想吃煙 但你被人禁止在合法河坊去買煙的時候 你會怎樣做 當然是轉入地下渠道馬呢 我們走到美國1920至1932年的禁酒法案為例 於是當年市民在黑白渠道買不到酒 當然就去地下渠道購買 令地下市場逐漸擴大 列室私養酒槍拳 簡直犯難民到民眾失明 甚至死亡後悔 美國政府撕銷了禁酒法案 可見禁車購買這個方式去年來卻沒有效果 反而獲得了其他社會問題 以後我會將這個例子投入到我們今天所謂的別題都是一樣的 若人想吃煙在沒有什麼選擇的情況下 他們可能會買到一些來歷不明的煙 甚至是列室的假煙 你吃這些煙無疑會被吃 靜牙香煙更加損害健康 其實我們都知道香煙有害 但總是換消息的 那為何要用這個方法去令他們作出購買的選擇呢 第二就是兩條條案的必要性 其實香港在1982年 定下了的吸煙條例以長著變順的方式去鼓勵市民去拒絕吸煙 而香港現在的吸煙條例重訂立 吸煙條例後的23.3% 下降至2021年9.5% 對比其他地區的吸煙率 例如愛爾蘭的20% 虛蘭的17% 和馬來西亞的18% 而香港是得了整倍的 所以香港是全球吸煙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現在正門了什麼呢 證明了我們當年來的吸煙率是持續有效的 我們現在實行的口音政策這麼有效的時候 我們究竟有什麼必要去實行這個 從未實行降至未有成效的方案呢 其實從1982年起 香港實行不同的口音政策 例如不斷增加煙草稅 而因為煙草稅高 然後慢慢地大家就會減少吸食 甚至乎教人 尤其我們游方同學 最可想是游方同學 現在在香港實行的口音政策這麼有效的時候 甚至明顯默的時刻 游方同學這樣有一個特殊的原因 一定要去奪取這些政治人的自由 去實行這個政策 那麼多亂 上方主任 第2時間3分51秒 沒有超市 能否拒絕分 接著是公併環節 公併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 一位建議能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手法不追問 若百方不能反問 只不得打斷公併一方改議 若有違規公併一方 可即時指出 平衡認同可力的扣分 如此一分 若公併一方如常發言 平均可置行決定是可作分 詢問相關有問題 請民眾注意 填寫公免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字 第一格依法輪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隨時發文分數 現在 政府請自由派出一位便宜員作公免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便宜員接受分數 反方主變 照方局怎樣開始 你有兩分鐘時間準備好才可以試試 有方剛才說 走的情況 透過煙草條例上 其實我想問有方同學 你覺得能不能給到嗎 剛才我剛才有說過 有方同學問你可不可以類比毒 為何類比不到 有方同學 酒和煙帶來的相反是不同的 有方同學 目前哪個法例是沒有漏洞的呢? 有方同學現在反對我們這條變態 就是因為我們有漏洞 那你現在是不是反對現在全國的法例呢? 那你都說 都會說有漏洞 那你們現在實行這個 有漏洞是不是不立法? 有方同學說不到了 可以知道他們是沒有想過其他因素的 有方同學剛才又說了 有沒有必要性 說是沒有必要的新政策 沒有乘客 那有方同學為什麼我們現在吸煙率這麼低 我們不應該去進一步禁止這個煙草?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轉為煙草中部? 就是因為煙草控制只是適用於高吸煙率的時候 去降低煙草 現在煙草中部就是因為低的時候 我們應該越嚴格去進行了 那有方同學為什麼你不認同? 那先生這個方法推向香港是不是很可行? 有方同學 為什麼不可行?有方同學 現在 現在 禁煙是世界趨勢來的 可以看到有方同學都是說不到的 那我再問你另外一條問題 有外行政策可以控制到18歲以上 可行政策可以控制到2步生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可行條例 剛才我們說過 聽說 正方空便一錯 然後輪到反方空便 兩方請自由 排出一位置員 請你自由 正方 正方一位置員 正方 正方空便開始 明明有兩張磅時間 可以從車廂的試試嗎?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的政策是禁買一份中性 有方一直強調一個無煙世界 想問有方在哪一個方面下降低了一個吸煙錄呢?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禁止了他們買煙的話 他們沒有這個渠道就沒得吸煙了 那已經自己移民的政策下降 證明了現在的機制都有效 為何有方要用一個無證據 證明到是可行的政策 去取代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方同學我們剛剛都已經說過了 就是因為吸煙率低才要禁止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有沒有一個例子 證明到你現在所說的方案是有效的? 有方同我回答不了 因為有方 香港這個政策是訪校的新西蘭 但是人家的新西蘭根本就沒開始實行了 有方同學我們現在就是要先開始煙草中局 我們不開始 那我們又怎樣去更加做到更好呢? 但我們現在這個方案已經有效了 你們是沒有證據證明有效的 有方同學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方案 要去開始 那新的方案怎樣有證據呢? 有方同學也說了 這個政策現在 吸煙率是9點多 那就是因為低我們要控制全面禁煙 這樣令到煙草中局進一步去達前 那我們增加經濟有因爲得 沒有煙世代 你禁煙不禁食是否真的有效呢? 有方同學剛剛已經答了你了 因為我們現在禁了它的渠道 它現在就是沒有了這個渠道去買煙草 它又怎樣吃到煙呢?有方同學 所以我方可以提問一個效果有過 但是有數據指示 以前是有回升的狀況 有方同學都明白到 當吸煙率越來越低的時候 政策的阻力就越來越低 當今天19歲以下的青少年級熱量 只有百分之一的時候 然而現時竟然沒有任何的措施 它預防其餘大多數沒有陰隱的青少年 染上這個陰隱 任由這一班的青少年 在18歲的關限染上陰隱 又是不是有方同學落煙的現象呢? 聽完有方同學主便的發現 原來有方同學的視野 還停留在紅煙而不是禁煙 有方同學認為只要加強現時的政策罰則 禁煙範圍、加煙稅 就可以有效繼續壓制、壓制、壓制及吸煙率 然而有方同學不明情況 近年政府不再加稅 不再擴大禁煙區範圍 是因為現在這些措施 除了少會帶來少許的負擔和不方便之外 已經是沒有辦法令到吸煙率進一步下降 沒有辦法令到長期吸煙的煙民禁止吸煙 我方必須強調的是 以09年為是立法時間點 於政府規劃施政是有必要性 主席湯修齊表示希望辯提中的立法程序 還能夠於本屆政府任期內完成 如年之本屆政府在最後一屆實施18歲以下購買煙草 到了2028年下屆政府禁止購買煙草的年齡就由19歲 本屆政府尤其這五年 我們會若社會適應這條法例 亦都可以讓下屆政府規劃煙草中共 比如讓下一屆政府班子可以將措施納入競爭 競選政案 今天辯提中的立法是第一步 以立法以後我們可以引入更多煙草中共的措施 就如限制銷售煙草產品商戶數 限制煙草或銷售時數等 以淘汰煙草的產品供求 我方便需要強調 與友方的一次釋方式不同 以上的措施並非一個時間條一次過實施 而是從供應上逐步令吸煙變成一件不方便 以及非從即手口的事 最後想請問友方同學如何去壓制青少年 於18歲後吸煙草報酬的問題 同時兼顧到60萬分佈於不同年齡階層的煙草 多謝各位 字幕記者 已經 begr イ北韓 今天有方同學一直跟我們說降低吸煙了這個政策 說到這個政策有多好有多好 但先看看事實 根本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實行這個政策的 有方同學就不停跟我們說要去實行這個政策 但其實現在這個政策根本仍然是一個草案 他們還未開始實行的 加上有方同學說一些又不說一些 他們不是全面去禁煙 他們 紐西蘭那個政策其實都是為了防止他們出現這個走私活動 去給他們買電子煙 加上他們那裡是為了想減低他們毛利人那邊的29% 這個這麼高的煙草率的比例 類比起來其實香港的吸煙率是持續下降的 但根本的性質完全不同 但有方同學不停在強調這個政策是可以不停降低這個煙草 吸煙率根本就是智商矛盾 我們走到不單來說 他們組織現在在2004年那時候已經全面禁煙 他們不單止做不到他們想做的吸煙 降低吸煙率反而令到他們的吸煙率上升 尤其是以未成年人為主 在2013年那時候全球青年調查報告 已經說到不單的青年他們的吸煙率是由2006年的24% 增加到2013年的30% 這個數據正正就可以反映到政府想他們成為無煙世代 但他們的效果只是越禁他們 他們越想做 越禁他們他們越想做 這個效果其實不是只有不單一個地方 我幫主編也有說過 美國的禁酒令正正都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美國的禁酒令它會令到他們可以去選擇透過黑市市場去賣酒 黑市市場背後的是什麼人 就是黑社會 黑市市場變得更加龐大的時候 黑社會的勢力就變得更加大 最後就是禁止不了他們喝酒 甚至還可能出現更多的假酒的情況出現 政府不單止收不到走的數量 他們還要去扔一大筆錢去監管 盡量去克制住黑社會的勢力 跟禁煙一樣 根本就不可以好像有方同學所說的那麼完美 可以去降低他們的吸煙量 直到他們可以全面禁煙的後果反而越光越亡 令到搞到整個社會 烏煙瘴氣腐敗不堪 難道這些就是有方同學想達到的效果 外方主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香港的教育和經濟有因 甚至是可以禁止公眾場合去做廣告 這些措施就已經令到香港可以這麼成功 令到香港及見律下降 還有些什麼靈駕性的閉處 可以去改變我們現在行之有效的方法 多謝各位 主席 評判有本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方問有方為何阿子青少年在18歲之後 所及阻止吸煙率暴增的問題 同時又堅固到60萬分佈於不同年齡階層的英文 有方同學答不到 因為有方同學其實都知道 營行的政策的高限就是因為無法按照不同年齡層對證下降 煙草問題從來不是一致禁淺 制定政策必須審時到勢 不過有方同學今天看不清世代之別 我方就起碼見到三個不同年齡層三個不同面向 19歲以下吸煙率極低 20至30歲吸煙率急升 30至50歲吸煙率最高 面對世代之別 今天立法的異議正是要對證下降 吸煙率極高的09年後禁止購買煙草 竟然防止20至30歲 吸煙率急升的問題 同時亦都被時間容約30至50歲 吸煙率最高的年齡層面受影響 有方同學剛剛用了錯誤類比的方法 首先我們要明白 吸煙和喝酒的大腿人的和復已經不同了 吸煙有二手酒又有沒有呢 再者吸煙還要是現在人類目前已知最大的人為死因 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可比性 就好像今天我說要禁讀你問我 為什麼不禁讀 兩者之間根本沒有聯繫 再想請問有方同學 我們是否要用少數人的自由 去換取更大的醫療負擔呢 還有有方同學又提到了 就是政策無效 因為他們可以通過轉身 拉靠方式獲得煙草 但其實這些問題現在都存在著 有方同學只不過是擔心法例又漏洞 請有方同學先論證 會有多少人會透過這種方式獲得煙草呢 這種方法又是否持久的呢 當政策流落了至一大部分 清少年獲得煙草產品 我們是否因為少少漏洞而引而廢食呢 有方同學一直強調 因為現時的控煙政策已經有效 加強就可以 只要繼續做就可以降低吸煙率 但是有方同學 我剛剛一直問你們可不可以加強 還是直接做 有方同學會被問題 就算我們真的比你們 好像世界衛生組織等稅收 增加到75%了 想問有方同學這樣增加煙草稅 還是百元上化而已 這樣對一個有煙隱的市民 真的有所成效嗎 有方同學剛才又說 我方今天禁止2009年後 出生人士不准買煙 而沒有煙隱的清少年 又為何會去買私煙呢 有方同學正確清楚 因為沒有煙隱 又不買煙的人 為何會令到私煙問題嚴重呢 多謝各位 各位 主席朋友們有方同學各位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講話 有方和我講話 有方同學講話 一個私煙的真的 bone 但是 你有沒有跟我說健康的問題 要禁止市民去供養飲草產品 你以為影響市民的健康就要禁止他們去買 我們以同樣的邏輯來說 飲酒都會導致乾淡化、胃肺炎等的問題 長期飲荷也會導致肥本、糖尿病等的健康問題 我以這個例子來做類比 可樂和酒精都會對身體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在這個狀況下,你為何不禁酒、禁火樂? 因為溫紅和我們說要禁止2009年後出生的人士 和煙草產品 其實在1970年代起已經開始徵收煙草稅 來限制市民去購買煙草 並不是禁止他們去購買 香港政府的分別在2009年和2011年 已經大幅增加煙草稅率至50%和41.5% 其實香港政府自80年代起初的123.3% 已經逐步下降,今年19年大約是9.5% 成為了全球KV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這個政策明正反映了是可以降低外香港人的吸煙率 又跟我們說要保障青少年和兒童 但其實在2009年至2012年的財政年度 已經大幅增加了煙草稅率 青少年吸煙率已經由2008年的6.9% 大幅降至2013年的3.3% 這個狀況已經反映了措施對預防青少年 開始吸煙和推動他們來隔煙的成效 既然增加煙草稅這個措施已經這麼有效 為何我們不繼續增加煙草稅呢 實惠都已經建議了我們增加煙草稅達到73.6% 令到每包煙的售價到60元升至88元 從而達至吸煙率下降的效果 在這個這麼有成效的政策下 為何我們不以經濟友人去教導市民禁煙 而如果直接禁止他們去購買呢 我又跟外國人說吸煙會影響到人 所以他們實行這一條條例 但如果我們不影響到人 是不是要去禁買呢 像機場和賭場這樣的例子 裡面是有一個吸煙室的 我們在裡面吸煙是不會影響到外面的人 我們現在的科技水平已經是可以做到吸煙室 可以全面密封到 就算你們在吸煙室外面 也不會受到吸煙的影響 我們在意響不到人的情況 為何還要去禁煙呢 說了那麼久 在控煙工作方面已經做得很全面 不過立法、宣傳、教育、推廣等方式 都已經是很有效去降低市民的吸煙率 有關同學你們有否考慮過 這個吸煙增長的問題 就在上星期二集 就已經發生了 今年第二大走吸煙的個案 走吸煙的數目達到6400萬支煙 在本港的街市也有公開販賣私煙的問題 你們是否要置諸不利 最後的新聞在我幫同局 我們在現在實行的這個措施 多謝各位 這麼多資料 叫完成 詢問 你只要提出 沒錯, 座場人士發現有電源從未發現, 何則常提出, 屬實的話, 高電源所屬一方將被動位於電口除不分, 請問消費的問題 若無自由電源自現狀開始, 請正方看出一位, 先明首先發言 有方同學, 吸煙是最大的死因, 吸煙是最大的死因, 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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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 有方同學, 我們現在看到的, 它是吸煙最大的死因, 是最大的死因 有方同學, 我們現在看到的, 它是吸煙最大的死因 有方同學, 我們現在看到的, 它是吸煙最大的死因 那你現在什麼都可以說, 你吃得多東西, 你都會去死, 譬如你說, 喝得多水, 你都會再吸煙水毒 喝得多, 可能你仍然都會黏來那些糖尿病, 你根本不可以證明它是吸煙, 而引到它們最快的死亡 所以這件事, 青少年在過了18歲之後, 吸煙率就會暴長, 那想問一下有方同學有沒有一個政策 可以即時禁止18歲或2歲的人次, 即刻託保它成年之後, 吸煙率不會暴長呢? 我們現在以一個增加經濟的方式, 去禁止18歲以上的人次去購買煙草 有方同學, 今天一邊說要加煙水, 一邊又擔心私煙 其實有方同學,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煙水重些人才買私煙 有方同學不覺得自己自傷麻煩 剛才我都已經說過, 不單這個例子, 美國這個禁酒令例子 令到它們透過黑市市場, 令到它們更加龐大 然後導致酒師的情況更加嚴重 那難道有方同學, 現在就覺得酒師這個嚴重 還可以直接影響到它現在禁止這個情況嗎? 有方同學不單和酒, 可否比到煙草和香港這件事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請你解釋一下 禁煙和禁酒都是一個傷害, 為何對比不到 請問有方, 煙有二手, 酒又沒有二手 還有很多東西影響自己的身體 那我是否只是禁煙? 我一出生, 我最後的結果都是死 你是否按照我出生? 那當然不是, 有方同學到尾都理解錯了我們的意思 就是因為吸煙它現在是人類最大的死因, 我們才要這樣 有方同學說, 偷煙有個健康, 但我剛才已經說過 他們在一個渠道購買, 他們不是會在一些地下渠道買來分明的白排煙? 原來不是這樣, 身體健康有分明的白煙 那你連有方同學現在說到要加重煙水 那加重煙水剛剛已經說過了, 加重煙水是會加劫走私煙的流通 那為何不用我們現在這個政策可以直接壓止這個 18歲以下青少年上到下一個年齡階層就不會繼續報獎的情況呢? 但你們的政策也是會助長私煙的問題 有方同學現在根本不理解我們的政策 好了不要緊, 我再問你們另一個問題 剛剛你們的義父就說到, 有這個禁煙區 但是有方同學, 我想說其實我今天來比賽的路上 我都看到很多火車頭, 禁煙區是否真的有效呢? 沒有效果, 那你就去規管 那不然我們現在是在這裡規管 我們現在不是在這裡禁止2009年後的人在這裡吸煙嗎? 有方同學 你禁止購買而已, 你不要禁止他吃 沒有渠道怎樣吸煙? 吸煙 那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吸煙就是因為你們說要增加煙、吵碎 就增長了有方同學 你不覺得自己很自相矛盾嗎? 現在就是禁止了我們, 禁止了我們市民去購買這個煙草 那變相他們就會更加這個非法的復應去獲得這個黑市司演 那為什麼年輕人沒有煙草 當時要為了這個犯法去購買 去地下市場購買一些貨品? 因為他們好奇 好奇 好奇會不會令到他們有犯法呢? 那現在就是因為他們在知道衡量了這個吸煙的閉嘴之後 他們更加上市 那他們就會轉入地下去購買這個煙草 如果他已經在五年前知道自己成年之後不可以買煙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意欲去繼續購買試煙呢? 當時小學也有教過旁邊的貴處有多少 為什麼他會在五年前知道自己已經以後不可以買煙 還可以嘗試這種異生示威行為呢? 有學校有校分 你是不是確保錯了? 所有粉絲都不犯校分 有方同學問你你吃不吃煙嗎? 我不吃 那就是啊 那如果今天推出這條政策你有什麼感覺? 你夠了我就吃了 對啊 那我幫同學 你好奇怪的 我問你吃不吃煙 你又不吃我 就因為我推出了這條政策你才吃你很奇怪 因為我很奇怪 好奇就要去犯牌 那幫同學 你要賣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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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你的客人太多拒絕 整個反抗心是很強大的 那你是怎樣壓制他們 反抗制限時的未必要用了 自由平衡環節結束 請每晚在九個位置 請問他們快要抬上哪個位置 要再去結便環節 雙方結便有1分鐘預備 預備時間結束 抱歉 雙方有1分鐘預備 沙韻 沙韻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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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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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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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由我宣布的賽果,首先是最佳面的林雄康,今日的最佳面的媒體,反方的見面李章楠 至於今天的賽果,正方得票一,反方得票二,胡桂滑雪,今日勝出的是反方,萬穩明,慈善基金,萬層端起,見面中學 謝謝